來啦 今天帶你見識一下大人的世界 不要說我對你不好 來 走走走 太成年了吧 我們的瑞絲今天怎麼穿著這個浴袍 今天住在福隆飯店嗎 是的 在這邊服務 今天是有什麼特別戲劃 跟觀眾分享的 就是要出年曆 OMG 等了好久 一年一度 讓大家看一下今天這套造型 你幫我脫 我幫你脫嗎 嗯 這這這 哇靠 真的 我很害羞 哇 不錯吧 這套很好看 很可愛 我剛剛看到覺得這套是很有氣質 很青春的 今天的第幾套 第三套了 因為你們比較晚到 我好奇問一下 你今天的衣服都是自己準備的造型嗎 對 我自己準備了 然後八套全部都是內衣內褲 不然就是比基尼 我沒有實裝 我都是這種裸露的 去年那一本是比較可愛 今年的話 其實也蠻可愛 只是我多在尺度變大 變的內衣內褲 你等一下看到那內褲你就嚇一跳 是勤趣內褲嗎 是那種小兔子 平常如果男朋友要你穿那樣的造型 也是可以 年歷是紀錄女生很重要的東西 那我們就來期待一下瑞士這個的話 那未成年可以看嗎 我覺得穿泳衣很正常 是健康的 所以沒什麼東西 他皮內褲 那種我會把它直開 好 OK 不打擾你 先拍攝 先拍攝 不錯吧 我想看 所以你等一下會帶我去看嗎 你現在不是在看了嗎 我想看兔兔 你要想幾個問題 待會好好訪問一下 好 沒問題 不要說我沒給你機會 瑞士姐姐美不美 算是你喜歡的型嗎 是OK啦 因為我本來就不喜歡胸部大的 胸部小就好了 那床胞胎應該是你的菜 不然你偷跟他們去看電影 欸欸欸 你這個不能講出去耶 老師可以麻煩你解釋一下 這些姿勢與動作的奧妙嗎 那我們看到瑞士他現在成一個側趴的姿勢 那側趴的姿勢 當然是希望他可以有婚園的身材 那像瑞士就要屬於A的這個部分 我建議是在趴著的狀況下 拍照比較不會露出太大的缺陷 群芳老師算是非常的會抓出他的優勢 所以瑞士也才找他繼續拍第二年的年曆 那因為群芳老師非常的漂亮 讓我想起了之前大我八歲的女朋友 姐弟戀也是個很不錯的選項 好那現在是在雨中 他已經分不出到底是淚水 還是努力的汗水還是雨水 他不會有淋水 因為他性能感動 到底在講什麼 但是他老師很厲害 他有叫他一個側趴 那側趴的話會激起男性的慾望 會想從後面環抱他 環抱他的時候就會 我相信所有人在看完寫真點力 一定會睡不著覺 所以如果你希望他可以陪你度過 美好的一年下方連結在這邊 女神來了 女神 我第一次在下雨天拍這個有點冷 你剛剛側面的時候我看到就很講 從後面給你掌聲鼓勵 連老闆都會腦中不小心飄過那種 藝影的畫面就代表成功了 潛規啊 潛規 重點是這個 我剛剛其實是想要說這個 聽說這個好像要花四千才 對 四千多塊 我們為了攀岩力成本很高的 走走走 戶送 那你在這邊繼續淋雨 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分多金 OK 然後要體驗一下他們的辛苦嗎 這套造型很明顯的 他在GR0 辛苦他了 看來兩公斤很重 瑞士為了這個寫真很用心 他剛好也開始做了斷食 女生拍寫真都一定要去除毛 那他剛也很有自信的 邀請大家一起去參訪他的改編 男生還是先迴避一下好了 可是我剛才看你看的路迷 我需要了解一下實際的狀況 這攸關後面年歷出來的品質 你要以很多年齡層的思想去判斷說 怎樣拍才會好 所以我覺得我等一下也一起看好了 你不用嗎 跟你說因為我們現在都是比較懶 那之後就都給你訪問 你就看怎麼樣問隨便 我們現在就是介紹一下這套造型在幹嘛 OK 沒問題 然後或訪問我隨便 那你這個服裝是來幹嘛的 來拍攝啊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就是 開槓鈴的那個動作 然後呢 他現在這個身上應該算是紫色吧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呢 一個槓片都沒有 因為對他來講還是太重了 我發現他們現在做一個確認照片的動作 因為拍完照之後 都一定要精挑性選 選出幾張好看的 到時候才可以放到寫箭子上面 讓你們看得很開心 會不會訪問 怎麼會 槓附訪問是吧 會點啊 那你覺得 台槓鈴的動作 對你來說很困難對不對 不會 我有在上健身房 只是因為我三天沒吃飯要私利 我真的沒力 哇 這套是我看到他 這所造型裡面最厲害的一套 所以我把竹木鳥先支開了 他是一個比較薄紗的性感內褲 但是我不能讓大家看太多 如果你們想要用行動來支持他的話 直接下方連結上去購買 一年就只有一次紀錄女生 人生中最青春的時刻 喜歡的話一次一人一百本買起來 固醬格時間差不多了 我可以再見瑞絲姐最後一面嗎 要解鎖看那麼多錢要直接付出來 沒問題 小問題嗎 可以去看了嗎 來到這邊神經氣爽 因為疫情已經好久沒有出來走 旁邊就是海很漂亮 剛好這邊被擋住 也不會看到太多 有黑幕擋住 我跟你說其實實際在拍的時間 是很緊湊的 大概十分鐘一靠的造型就拍完 老師可以很精準的要他說 手擺這裡頭往左轉一點眼神看我 他們很清楚女生在哪一個動作 會非常好看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 是你要去注意我的眼鏡已經上了 所以在官網上面都可以賣得到 好 礙於不能讓大家看太多了 想要看更多去下面的連結 購買瑞士的學生年齡 非常用心也非常細心 而且我們不漲價 預購價500塊 直購價690塊 很多人在一開賣的時候 公司就直接訂了幾百本 我只能說你們要的話趕快團購 不然的話是很有機會買不到的 OK 那馬上去突擊 蕾拉的寫真拍攝現場 GO 到了下半場 我們要來看一下蕾拉 下半場交給妳訪問了 她找了一個很厲害的攝影師 等一下蕾拉都給她拍 叫蕾拉 去看一下她的造型 欸唷 等一下啦 欸 怎麼了 等一下幹嘛不要吐到我 欸 蕾拉有沒有睡飽啊 沒有睡飽沒睡覺啊 因為今天太重要了 而且因為今天是長光 因為最近都大陰天 其實準備了15套 但是取12套來拍 欸那我好奇妳的這次的造型跟想法 都是自己的idea 幾乎都是攝影師的 因為我想要走一個 走一個沒有idea的人選 不是 是 是因為攝影師的風格 比較少女 可是因為我以往的風格都比較愛 多美 對 但我想要走一個可愛少女 所以才知道這個攝影師 看衣服就知道 你看我哪有穿過這種可愛的衣服 那因為我們不能曝光太多東西 如果你真的喜歡蕾拉的話 行動來支持 2022的寫真年曆 期待一下 來 全部鳥 問妳一個有建設性的問題 聽說妳今天要拍比較可愛的風格對不對 那妳回家有看可愛的小步道嗎 沒有啊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很可愛的 我騙她都在裝可愛 妳看我現在裝可愛多可愛 那妳覺得我今天10歲我可以買這個寫真嗎 我蠻想看的 我是妳媽的話我不會選妳買 我們當然還是有一點尺度在 我覺得還是 就是等16歲18歲再來買 會比較好 心智年齡都健全的在看這些東西 這就是我說的 專門在拍可愛清純路線的攝影師啦 而且因為她是女神 所以在拍攝上面比較不會有害羞跟放胎的問題 那大家想拍清純可愛甜美的照片 都可以找她 怎麼樣啊 認得出來這一堆是什麼嗎 滑鼠墊 對 很棒 這樣滑 手就比較不會受傷 就像有時候我們在打樓要成為電競身手 丁特跟Toys他們都是用這個 現在進入更性質的環境 把好的留到寫真集裡面 我們就把目光放到我們前面 後面就不給交了 她這一卡是比較 不連結拆禮物的感覺 那妳就繼續把臉折住 啊有什麼問題待會想要問姐姐 其實我剛好在那邊試拍看看 那彩照這邊是蠻難的 因為妳臉部的表情 妳要賣得出來 表情蠻難度 好必須說我們公司的女藝人表情都超完美 像他們本門還有瑞絲零蛋都很上向 因為很常外拍 所以都知道白頭 可是因為蕾拉她的屁股比較翹 所以她在拍那種腰線 只會讓男生看到特別興奮的 購買連結在這邊 喜歡蕾拉的話支持起來 然後我的眼鏡也已經開賣了 可以了 恭喜耶 宣傳一下自己的年齡 我這次一定要捧場支持這次的年齡 因為我為了這次的年齡 我整整兩個月 每一天都有運動 此之以 你拍攝的表情 到底要怎麼 你覺得我沒有拍得很好 我很不適合拍這種清新風 不會 這比較適合暗黑的臉色 像哈哥要那種無辜啊 一二三無辜 希望大家可以買白波 那一整天拍十二照 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跟你說 喜歡她的粉絲友 因為還有海報在裡面 你可以把它貼在牆上 等你來收集她的海報 而且是第一次持住的到前路喔 有嗎 已經拍掉了 好難怪你叫我先不要來 好我知道你了 男友會不會吃醋 拍比較性感的照片 不會啊 好奇問題 因為她認識我的時候 就知道我做這工作的啊 那想要擁有蕾拉 就一起來購買 真的很驚訝 我無法想像就是 我穿這件衣服 然後要放得開 那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用行動來支持 來這一次的寫真夜裡有什麼東西 因為有一個桌粒嘛 那桌粒之外呢 會有十二張明信片 四張的大大的海報 總共十二套造型 每一頁都有兩張照片喔 真的是很物超所值的 放在桌上陪你度過一整年 那你上班再也不寒冷 我的年齡上面是真的可以記事的喔 這是可以寫的 如果你只要好看樣的話 他旁邊寫這地方 你可以把它割掉 就完完全全變成一個寫真夜 瑞絲跟雷拉的年齡 記得支持 各位喜歡在這邊 耶 掰掰 掰掰 請問吧 你好嗎 請問她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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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其他人 是她的 有些人 有些人